这发生了几件老师性骚扰学生的案件之后 台中市一家顶尖的明星高中 却传出有男生骚扰老师 还当着女老师的面 疑似做出自卫的动作 这个老师的心理受到很大冲击 要求校方一定要让学生转学 否则他没有办法继续教课 但是因为在事发四个多月之后 学校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积极处理 女老师就愤而向立委求助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国立台中医中一名高三男生 经常跟见爱慕女老师 去年十月甚至利用电梯楼梯间的监视器死角 当着老师的面做出不雅动作 老师要求这名学生转学不被校方接受 而自己被迫请了长达四个月的工商假 转向国民党立委罗书磊投诉 希望讨个公道 前校没有把他送辅导 还说什么要重新调查 叫老师再教你等 那要再调查多久 一年还是两年 不是说你叫老师不要去 那学生留在那边 这很奇怪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那里面的教育部 应该要把他介入去调查 校方则是提出报告 证明从去年十月案发 马上召开性别平等委员会进行处理 甚至限制学生行动范围 进行心理辅导 这个学生不能够做正式的讲诚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具体的规范 他在这栋楼的 哪个楼梯上 哪个楼梯下 在哪一个厕所上厕所 我们都先说 女老师坚持学生必须转学 才愿返校上课 校方表示 从去年十月八号案发之后 四个月内召开了八次校内外 性评会和三次讲诚会议 至今没有做出结论 女老师认为校方刻意延宕 跟校方说 学生涉嫌性骚扰老师的案件比较特殊 必须给予当事人充分陈述 可以请工商假 我不知道说工商假算是惩罚还是算权益 如果怎样怎样 我们就老师就愿意回来上课 可是那个大前提就是 必须要学生离开学校 我们没办法 我们依照性平法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延宕 校方强调 没有强迫老师休假 随时都可以回来上课 也曾经提供女老师法律上的咨询 不过最后老师并没有告学生 在没有证据证人 只有一份学生自白书 这起学生疑似性骚扰老师的案件 老师想要讨公道并不容易 记者黄雄来世杰张志雄 综合报道